各位朋友们 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从第二章讲起来 所以 第一章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前面所说的 没有我们就从第二章讲起 第二章就是开始谈 什么是中庸 从虽然前面讲 那个经文里 喜怒哀乐自为之中 这个什么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之后 然后喜怒哀乐 自为法为之中 巴尔皆重结为之和 自中和 天地欲 天地为 万富欲 那么第二章就是说明 什么是中庸 下都是如此 那么包括说明 中庸之难行 你难行在什么地方 中庸 中庸 那么在中庸当中 有的地方讲重敌 有的地方讲孔子 有的地方讲紫约 就可见得了 他不是一个时间内 所做成的 因为 称孔子为重敌 是到了孔子之后 进入战国之前 称老师的字 也是一种尊称 也是一种尊重 那么最早 地主都称老师为 子约子约 稍晚叫孔 所以我们看 第二章之后 不是第二章 就是论语的夏天 很多的论述 是孔子约 孔子约 就是代表 时代已经比较晚 所以代称众敌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时间上 又变了 众敌约 孔子说 孔子约 也就是 作为一个高度生命的觉醒者 谢谢大家 我们是君子 第一个就是 作为一个高度生命的觉醒者 我们是用这个观点来谈君子 那我想朋友们都很熟悉了 这就是出于文语的第一章 文语的第一篇 第一章 它说学而实习词 也可以说绝而实习词 不一乐乎 永恒自远当来 不一乐乎 那么我想绝而实习词 永恒自远当来 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了 这是一个各种自我 各体的建议 这是一个自我 各体的建议 那么这是一个自我 社会性 开放的 或者加开放两字 开放的 社会性 和建议 因为自我 各体的建议 不是封闭的 西方的个人主义 基本上是一个 封闭的个体主题 我们从中国的立场 反正中国的立场去看 从中庸的立场也好 从无得益的立场也好 我们可以说 它是封闭的 封闭的这些主题 它并不强调 有棚子远方 那么注意这个棚子 当然还要注意这个乐子 这个棚子是 有中国书 一定要注意中国的用字 用一个棚子 就是一个健康开放的 这个社会性的开展 因为棚 棚到约棚 棚到约棚 所以用一个棚子 就代表正向的 正向的社会性 的开展 正向的社会性开展 那么 当认识到自己 而且能够实践自我的理想 实践自我的 真正自我的 这个向往 这个时时刻刻能实践 一个自我的想 然后这里再开展出 能够 能够与同 与同道 而交往 什么 因此 生命 自然有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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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们正开始享受 人生是快乐的 一个根据 新佛教教 一 从苦悉入手 基督教从 无罪 无罪入手 都是来说明 人生是一种 难 那么 唯有 主教 唯有孔子 他从这里入手 从我们 真正寻找到自己 然后感受到 这份寻找到自己的 生日快乐 进而 开展出 能够与人教 这份 我们的这份 个性 可以跟别人 引起共鸣 而可以成为同道 相应的快乐 大概全世界再没有 比这个更正向的人生观 所以传统中国没有悲剧 没有那种西方的悲剧 因为一切都是 从自我最真实的 那一个 获得开始 那相反的 你找不到自己 你会苦呢 不是 所以你不想苦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 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 一旦 人不知 也不孕 他也不失掉 也不生气 为什么不生气 不失掉 原有的月乐 原有的那份月乐 那么 看下说 他能记得 他原有的月乐 这就是 更完整的 自我觉醒 远远地寻找到自我 取实践自我 然后去开展自我 有一份快乐 然后 交到同道 又有一份快乐 最后 伤识了 别人对自己的认识 在自我觉醒中 路走得太快了 一下子 没有原有的朋友 不丧失自己的快乐 所以不 因为永然记得 生命本身是快乐 那么这是一个高度的自觉 这突破了 为什么是高度的自觉 因为他突破了 来自生存性 所需要的依赖 不然没有这个依赖 以及 别人的肯定 因为没有这个肯定 我们就觉得寂寞 就觉得孤独 他突破这份寂寞跟孤独 这就是中国 影视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影视所产生的原因 陶原明之乐 又乐在这些地方 人不知而不应 不以君子 那么这就是一个高度的 生命自觉的君子 那么这是孔子所 不以君子的一个新的意义 因为在孔子之前 君子就是贵族 就是国君 那到这里 他是一个平领 基本上他也是 一个君子人 因为他有生命的自觉 对一个有高度生命自觉者 君子中庸 他随时随地 都以中庸而行 这句话 他随时随地 一个君子 一个有高度生命自觉者 他随时随地 都以中庸而行 换句话说 他随时随地 都以中庸而行 都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自中和的状态 所以在他的生命的状态底下 就是天地位 不安无欲的状态 就是一个充满了生气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 他能如此 也就是他能调和自己的情感 他能调和自己的理性 他能透过意识思维 对外界的事物 对自己的认知 重新审定 所以他随时随地 都能以中庸而行 小人反中庸 小人呢 就是没有生命觉醒者 就是小人的 那么小人 他是随时随地 都违反着中庸生活者 他为什么违反着中庸生活呢 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决定 他都依照自己的生物的冲动 个人的好恶 做事 因此容易走上了极端 那么这就是反中庸 走上极端 就是反中庸 所以小人跟君子的不同 如果以中庸作为一个准则 君子 随时随地 都依中庸而行 小人呢 随时随地 都在冲动中 走上了极端 违反了中庸之道 君子之中庸也 一个高度觉醒者 知所行的 这个知 要加知所行的 知所行的 中庸 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中庸呢 那么 君子而时中 君子所行的中庸 是因时而中 这中庸 因时而中 那么这一句话很重要 这一句话 因时而中 代表中庸 不是 不是 主的 中庸 不是绝对的 准则性的 中庸 它不是一个 绝对的标准 中庸 不是绝对的标准 那是活的 但是 带黎明德 带清明 带 带 自在 这就如同 大学之道所谓的 什么是自在 大学之道就是 寻找自在之道 就是寻找自在之道 然而自在 是活的 是动的 是动的 是活的 是动的 不是绝对 禁止的准则 为什么 动词 动词 自在 不是受词 他做受词用 但他不是受词 动名词 大家知道 动名词 就是随时在移动 随时会有变化 因为什么是自在 你根本无法 简移 一个明确 而清楚的 定义也好 标准也好 没有 那么换句话说 所谓的大学之道 也就是大学之道 所谓的大学之道 就在于 寻找自己 最好的优点 这个跟我们一般人要找自己的缺点不一样 我就得利于此 学生呢 在教中学的时候 学生都会来问 老师我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说先看你自己的优点 把自己的优点全都打回 缺点都化成优点 这就像我们生活的地方 其实都是戏剧 免疫体 我们的免疫体健康 我们就容易健康 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的免疫体 让我们健康 所以最先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最好的 然后从这里去建立自己的 一个正向的性格 把自己先天的最好的优点展现 找到展现 然后亲民 亲民就是于民相亲 就是于人相亲 然后也就是开放 有童子远方来 找到能于人相亲的 其实那就是中树 再离兵的就是中 亲民就是树 可是这不是一下子就找得到 人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所以 有的时候 在自我认识中多一点 这个社会心 轻敌少一点 在这两者之间 他的中道在哪里 这就像一杆称 谁能一来一去 所以他是活的 他是动的 那么同样 中庸也是 所以君子的中庸 因时而中 时中也 君子的中庸 时中也 他因时 因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事物 而每一次都恰到好处 这个因时而中的重 就是重敌 就像射箭 每一次都能重敌 敌 就是剑打的中心 每次都能受到剑打 因时而中敌 隐身就是恰到好处 都能准确地恰到好处 要加就加准确 就是准确地恰到好处 就是准确地恰到好处 一般会觉醒的人 他反中庸 他违反中庸 他远离中庸之道 什么原因呢 他之所以会违反中庸之道 什么原因呢 小人而无忌惮 无忌惮 无忌惮 就是没有任何的畏惧 无任何畏惧 什么叫做无任何畏惧 无任何畏惧 就是 一 冲动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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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动 是第一个 第二 或者说心中 或者说 感觉中 只有 自己 之所欲 只有自己之所要 没有任何人在他言中 无任何人在他言中 自你无忌惮 对他 对他什么都不忌惮 无忌惮 就是什么都不忌惮 什么都不尊重 什么都不忌惮 什么都不忌惮 什么都不尊重 是以无忌惮 没有任何人在他言中 无忌惮 所以没有任何无忌 所以没有任何无忌 所以小人 所以板中庸 是没有觉醒 最简单的说 就是他没有他 该有的生命觉醒 或者说 他可以有的生命觉醒 那么对这一句 大家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往下一句讲 子曰 中庸其字以物 明显能久矣 所以孔子说 中庸的道理 中庸的道理 是在人们 生命知觉后 所产生 它是非常深微的 这个字 做高也可以 做深微也可以 它是非常深微的 所以说中庸的道理 它是在人生命知觉后产生 在人生命知觉后产生 是什么 是极其 深微的 所以一般人 这个名是子 人 那么这个人 就是一般人 没有觉醒的 一般人 三位生命觉醒 还没有生命觉醒 所以中庸之息 人民很久没有去 见 明显能 见 就是少 很少 能够去实践 因为没有从事于这个教理 人们 人们就 没有办法 真正去 深刻的 反省 然后认识到 生命的本身 认识到自己的生命 也因此 要能够实践中庸的道理 的人很少 而且也很久 没有在走这条路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左传 大家去看诗经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诗经国风而言 到了五霸 开始起来 比如在诗经中 有海风跟朝风 最简单的 大家去翻诗两首诗 这两个很小的国家 可是在西州的时候 他们的卫尊 卖国是以前极其古老的 一个国家 岛窑的时代 皇帝岛窑的时代 怎样的一个国家 卫尊 古老 他是一个文化的大传承下 的继承人 风在快 可是那个快的地方很小 跟着大家 很敬重 什么是朝 朝是周文王的弟弟 第九尊弟弟 分在朝 他是姬姓 古王之弟弟 位也够尊 但是地方很小 他的国度很小 旁边都是大 可是到了春秋的时候 比崩月 已经比崩月坏 西州原有的 生命自觉的教育 爱的教育 情感的教育 崩落了 时间久远了 几百年了 即使亲戚也不亲了 这两个就纯粹是小国家 然后在国际的情势下 他连都是大国 随时今天这个谈 今天这个谈过去 他连国文都放弃自己该怎么做 只愤下想着 因为在他们面对了这样的一个 以力量 以拳头大小的国际军事 他很可作为 就像今天的乌克兰 乌克作为 所以做国军的 就天天吃喝玩了 私人面对 自己的这个世界的情势 自己的国家的情势 除了感叹 然后就说 他们想往西州初年 那是他们精神的故乡 生命的教育无可继承 唯一要继承的就是教育 就是不断的教育 代拜教育 为什么 因为生出来是个自然人 你不教他 他就是一个自然人 他就是一个伴授 我那天看了一个节目 德国片 二十几年前拍的 我看了一部电影 德国电影 他讲 1887年 的那个时候 的德国 还不准 踢足球 因为觉得野 几十个人 十几个人 抢一个足球 那不如每个人 发一个 其实跟那个 李鸿章 看到足球的时候 说同样的话 你千万不要笑李鸿章 他距离李鸿章的时间并不久 可是 一个中学的老师 那么看到了其他的国家中 有这个足球 他就带进德国 然后就提唱 就教还怎么提 教还怎么规则 他就引起了校长的忧虑 引起了地方教育首长的忧虑 最后引起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忧虑 然后就打压 就这个那个的 然后他们就努力 然后知道的人也就去解说 就经过什么 然后就有一场学生的比赛 然后地方的长官也来了 甚至于调查局长也来了 真的我说的 我不是开玩笑 就是负责情报 安全的警官也来 那种最高阶的 首长也来 起先都认为 他们学生挤在一起 这不可以 德国怎么可以有这么野盘的 运动 可是慢慢慢慢 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 他们也融进去 哇这个踢进了球 就拍手 那么最后就通过了 容许 德国可以踢足球 这个地方可以踢足球了 我不是所有德国 巴巴利亚 也是德国的一部分 要到1927年才准踢足球 然后他们就说明 一个运动的带领 一个社会的开放 一个社会的觉醒 不容易 不容易 然后最后 就以这个足球为例 就把 最后电影结束 然后就把那个老师 的像打出来 旧的相片 那个老师旧的相片打出来 那第一批 的学生 两队的学生 打出来 然后就 演奏出 唱起那个 其实在德国是再会歌 我们是离别歌 就是那个 你要不要唱一下 带头唱一下 就唱起这个 我就忍不住 控制不住的泪流满面 什么原因 我的成长 我32年生了 民国32年生了 然后成长到 这个青春最圣茂的时候 都是在西方最老的文明的展现中成长 有没有看过梅干城故事 电影 多动人 我看了梅干城故事 我怎么去读法律 去做律师 可是现在 欧洲美国 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心碎的 不是我 全面肯定西方 而是说 西方在这三百年 从17世纪的工业革命 科学革命 然后再经历的 法国革命 这叫做双元革命 都是让人们走向一个开放的心灵 使西方人 拖开 他们来自于 环境的权位 环境的权位 因为西方是贵族阶级 从罗马帝国 一路基层下 即使 日耳满也蛮人进去 他也接受了这一个 严格的贵族阶级 然后人民开始逐步从这些地方做 这种权威性释放 大家可以去看小说 不必看太深奥的东西 去看小说 看狄根斯的小说就可以了 看凯柔余生就可以了 凯柔余生已经到了19世纪了 你看看那些 一般老百姓过的那种什么日子 猪狗不如的日子 还在欧洲 还在最富有的英国 19世纪 他们终于逐步的脱胎 然后从这种不合理的权威中 被解放出来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 透过美国的宣传 打造一个高峰 我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 然后他们却看着今天西方的多路 他们放弃了这些 所以一下子承受不住 可是也让我更了解 为什么传统中国这么重视教育 那教育并不容易达成 所以只留着 中树孝涕四根 中就是进你自己的认识你自己 将你自己的最好的性情展现 就是中 中心的中 树 以此了解人 开展你的同情心 再来就是笑 体会感受爸爸妈妈的爱 这份生命的给 是不得了的 恩赐 损害对社会 那个体 讲起来是兄弟 实际上扩大到 我们活在这个环境中 这个社会环境中 我们对这个社会环境 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中 的一份关怀 一份统计 就留着四个 因为这四个 就在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做到 然后维持掉 生命觉醒的种子 然后代代的延续 然后就看代代 政治人物的觉醒 知识分子的觉醒 社会精英的觉醒 然后怎么样来推动 一个生命觉醒的教育 不然的话 明显能 救营 他就自然明显能救营 有没有要讨论 大家想一想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课领想 然后待会再来讨论 第四章 所以孔子接着就说 道之不行 这个道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之所以不能够 偏着实现 实行 我是非常了解 他的根本原因 在没有生命觉醒 或许朋友要讲 在没有生命觉醒的教育下 知者过时 一般人 聪明的 智者 这个知就是智 智慧的智 智者 聪明的 就容易通过了 愚者 不聪明的 什么努力 也做不到 道之不明 中庸之道 中庸的道理 中庸的道理 不清楚 一般人们都不清楚 这是我能了解的 在没有生命觉醒的教育底下 闲者过之 能干的 闲是只能干的 能干的 一下子就冲过了头 至于能力不足 不孝 就是能力不足的 至于能力不足的 努力 他也做不好 事物 这什么意思呢 在没有生命教育 在没有生命教育 所以是能力不足而能力不足的 在没有生命觉醒的家 人们一切与动物性的冲动 人们都以动物性的冲动行事 也就是根据本能的需要 根据自我本能的需要冲创 如此一定走向两极 走向极端 所以是以 自责 或自 居者 不及 聪明的人一下子冲过头 根据自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然后依照自己的本能 然后认为自己认为自己所想的就是对的 不就冲过头 可是笨的呢 做来做去做来做去 比如现在最近买股票 哎呦哦聪明的人钻的要死 对不对 那样子笨的老亏钱 买钱亏什么 这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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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不依照本能 不是按照本能的措施 但是选择 虽然能感 也容易出过头 在没有生命觉醒自我调节的能力 这些 有意思是 二 一 一 一 是我调节的 所以 无法行中拥之道 连者或尊 不能感动 不急 要做不到 他们总冲过头 在反正做梦了半天 总在困顿于失败之中 那我们借着佛家的说法 这就是人生苦地的缘由 这就是人生苦难的缘由 所以中拥就如同 人都得吃饭 都好吃 可是 真正能懂得 食物滋味的人有几个 这就是老一代的食物 的智慧无法传 的原因 那个老一代的智慧 是会勾起你的 食欲 让你念念不万 而且百吃不厌 它可以化成你所有的经络细胞 吃完了给你觉得 充分的享有 饱足 而且有力量 现在的尤其是特别是最近的 新式料理 但我不是反对新式料理 我也鼓励新式料理 不惨新 不容易有新的发展 可是我们做比较 现在的创新料理 是不是吃完了就过去了 没有余味 所以中拥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中拥本身 是在生命有过丸位之后 丸位就是反省 才会深入到生命的本身 然后享受活着这件事 那这件事情真正的钥匙 是你必须真的感受到 无条件的 感受内心的快乐 当你有了这个 就像吃的 那个东西 我还想再回去吃一吃 过了几年 我还想那个味道 所以人漠不饮食 人们没有不吃饭的 没有不喝饮料的 做饮料节吧 人没有不吃饮料的 没有不吃饭 不吃食物 不吃面 不吃菜的 可是 点能知味 很少人注意 静下心来 这里要加静下心来 去品尝 而真正 这个知 真正知道 了解感受 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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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物的味道 基本上的一般人 都是在本能的需要下 带着某种冲动性的喝水 一大杯咖啡来了 好吃吗 咕噜咕噜就把它喝完了 就像我刚才问了 咕噜咕噜咕噜就把那一大杯吃掉了 至于那一杯的咖啡什么味道 我没有体尝 我现在才在体尝 吃菜吃饭也是 苏鲁吞澡的 就把一大盆饭吃掉了 人没有去体尝 那个味道 感受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以及在料理调和后的味道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东西 调和后的那一个味道 那么中庸 就是必须 人们在接受生命教育 以及生命觉醒教育 之后 静下心 能够反省 或者说能百思 也就是 能用意识的思维认知 能用意识的思维认知 自身的思维认知 自身的一切 像这一段和佛家的静坐的地方都非常接近了 所以空子说 道子不行 我执直 因为缺少了 这样的一个意识思维认知下的反思 而缺少这种反思 就是没有生命教育 没有生命的觉醒教育的结果 有一部电影 好像我曾经说过 所以有朋友们可能听过 也可能去看过 我还是借到大家去 三十年前了吧 女人乡 我为什么借到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呢 这就是在美国最好的时间中 之后 之后了 甚至集中在有钱的世家子弟身上 世家 即世家子弟 像比尔盖茨是世家子 你可不要以为被他的那些传记骗了 什么在自己修学了以后 就在自己家的车库里 然后就做出什么来 那真是一堆土屎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 你知道他爸爸是谁 你知道他祖父是谁 他真祖父是谁 他是大贵族 有年齐老 他妈妈立刻就拿出钱来给他做这种实验 然后还保证他 保障他去做各种生意 往上追 他跟英女皇伊丽莎白 他20度是氢气 在美国是大贵族 现在传出来 不晓得真假 但是有这个新闻开始出来了 来自英国的小报 也不晓得真假 大家可以去注意 西班牙流感死掉两千万人 有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财 就是他祖父弄的 祖父他们家传统代理做疫苗研究 所以每一次比尔盖茨预言 可能有天花那么猴斗就出来 疫苗猴斗天花疫苗就大展 女人香这部电影就是让你看到后期了 就到了比较接近现在 美国的政治的公平性 所谓的接近中庸之道的公平性 已经开始不再那么公平 那么这部电影就是让你们看到 美国的贵族精英世家子弟进的学校 里面只开放给一个穷子弟 这是拿出去宣传的 我们这个学校公平的 你看我们有奖学金 我们给穷苦的学生 所以那个穷苦的学生在那里 是被霸凌的 被看不起的 他必须自己非常的努力奋斗 他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才不被欺凌 可是他要自己赚钱了 生活费量 那么他就去做那个长照 大家知道长照的一些看护的工作 那么这一次就被派遣到一个colonel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上校 退休上校 因为战争受伤眼睛瞎了 但是他得了很多很多勋章 他是英雄 就去照顾他 发生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当这个孩子要在圣诞节 因为那个英雄的家人 他的妹妹 照顾他的妹妹 全家要出去玩 那么那个英雄觉得自己 老这样子让他妹妹烦恼 他自己也不想活了 准备去死 只是死前去做一趟旅行 这个孩子正好去照顾他 而这个孩子经历什么事呢 就是他们讨试 然后他们去偷那个考卷 等等的这一类的事情 但是被发现 那些有钱家子弟的孩子 就逼这个孩子 一切你都必须自己承 不是你自己 你要替我们承担 而这个孩子会卷进去 是因为他正好经过 看到 所以他们说 你必须承担 不然我们就会整你 等等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在照顾了这个Colonel的时候 他随时都要接电话 应付那些贵族子弟 所以等到后来 他的真诚 感动了那个Colonel 那个Colonel不自杀 同时Colonel了解了他的问题 也就在学校开大会 要开除这个男孩子的时候 他去做了极席的演讲 提出美国的立国精神 美国的理想的领袖 那都是我熟悉的 因为那时候美国宣传的很厉害 不是这部电影 是我年轻的时候 那么这部电影本身 是让你看到 美国的政治集中在有钱人手上 因为都是第二代 第三代 比尔盖茨是第五代 第六代 所以他十几岁 十九八 就被他的父亲还是祖父 介绍给达菲特 他们就合作投资了 所以所有的故事 他的故事 真实的这一个是在这里 他妈妈是美国财务委员会的 头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美国 包括欧洲 可以不再坚持他们的理想 可以空口说白话 可以空手套白狼 所以中庸之道 生命觉醒之道 不透过每一代的教育 是不可能延续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中国经典 传统中国经典 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强调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强调生命觉醒教育的重要性 而统花两个字 也就是我们近代最讨厌的 道德 它统花在道德中 有点兴趣的 就是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就是爱人之道 什么是德 德德德也 冰德是卫言 大德者 德道于心 而行之于行 得生命之道 得爱之道 而行之于行 或者而限之于行 表现在行 实之为道德 所以中国统化在道德中 道德不是一个行为的规则 因为满清政府为了达成他们的统治 满洲人的统治 把道德 繁荣武家所说的道德 延伸成为 法条 那么限制人 合乎人 人情的作为 也限制人 生命觉醒 你只要根据去做就行了 书读百变之通 可能慢 书读百变之通 我们从小就是书读百变之通 不要问 读熟了就懂 书读百变之通 就是书读百变之通 书读百变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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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圣洁 因为他不要你思想 所以 我们今天就反道德 正好西班人反道德 西班人反道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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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正好我们反满清的道德论 反满清的道德论 然而实际上传统中国的道德 基本上就是生命 所以没有生命教育 没有生命觉醒的教育 就像人吃东西 没有经过人的提点 人们吃东西也不会去仔细的品尝 食物的滋味 所以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做 《秋刀鱼的滋味》有没有 你吃秋刀鱼你要吃到 在最肥美的时候 你要吃到秋刀鱼的那个肝胀中的 带一点点微微的清甜而苦的味道 没有提醒大家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他在这边说的是这个 那是一种生命的滋味 意思就是中庸是一种生命的滋味 是让人能够享有生命的滋味 粘法 中庸是一种生命的滋味 像够的牛刀鱼 中庸是一种生命的滋味 一种生命的滋味 生命智慧也能打 所以中庸比论语更深一层的原因就在这里 有没有要讨论 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 我们就再来看第五章了 所以子曰到其不行 在没有生命教育底下 在没有生命及生命的教育底下 中庸知道其是大概 是一个不定词 就是大概 大约 在这里 大约是无法推行 在现实的世界中 在没有生命觉醒的教育中 中庸知道 大概是无法在现实的世界中 无法在现实的社会里 推行的 那么在前面这些都是在强调教育 就是修道之为教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这个教育 无法修道 教育是人们达成修道 完成中庸知道的唯一的关键 这是前面这几章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 谈修道之为教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的话 我们就再来看第六章 子曰 顺其大致也鱼 为什么会在这里突然提出顺呢? 不要你们猜 我就不讲 因为还剩下几分钟就要下课了 我就提供空间的时间 让你们想 等一下我抽 抽你们来问 杂费的 就请你们吃 素也可以 吃荤也可以 吃荤也可以 这也就是提醒朋友们 我们在教论语啊 孟子啊 教庄子 教老子 都提醒朋友们 传统中国的经典的编转 是偶断失联 它是有生命逻辑性在里面的 它没有西方的物理性逻辑 因为中国人没有逻辑头脑 可是 我们没有科学的那种逻辑性 但是我们有生命的逻辑性 生命的逻辑性 包含心理的逻辑性 情感的逻辑性 还有部分 我们的生命的逻辑性 我们的生理 身体的规则 那这个书就是 经典就是按照这个生命的逻辑性 编成的 那么在这里 我还是从这个角度暂停 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到第五章 到第六章 突然提出了大事 我们就先下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讲的就是一些 中文中的 一些差的东西 然后没有做到 现在不行 中文中的道理 所以它接下来就是要 取一些例子 啊 实力道理 才能做到中文中的 成绩的发力 那当然 要是 对 鼓劳很高的 才可以做的 才可以 所以就是 对 因为它那么没设 其实 大家就在它的后面 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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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你可以吃三分之二 碗面 哈哈哈哈 然后后面就是 两回啊 但是 这些叫后面 其他的 这剩越大的 真正 很棒 但是并没有完全正确 还有没有要说 啊 哇 请 嗯 那个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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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说到最 previous 对 所以说你会来讲 自觉 自觉啊 你是掉了 是 所以是扣扣他的自觉 说到这个情调出来的问题 是吧 是吧 我看着的感觉是觉得 顺老他是同子的学习在学习上 是 因为他好问 跟同子在一起的过程中 可以寻得接近 这也的确有多对 好 喝起来吃一碗 前面说不可行 似乎什么希望都没有 除了来做生命教育 跟生命觉醒教育 可是他前面这里是回到 天命之维系 人天生有自我觉醒的 可能性 是 是在一个森林里面打猎的猎人 而且还是一个野蛮人 按照历史上 按照一些文献的 孟子就这么说 他是东夷人 什么是东夷人 一就是床大 大多是人 然后背了一把弓 就是 就是打链的 他善于使用弓箭 少链子 的結果 它很疯独了 它就在家中 还在家中 还在家中 也是 我们如何 是 一些 我们 你 这一道 你 我 他也能够 他也能做 他也发明了鱼网 那个大鱼网丢出去能收 那是很机械性 那么东夷 在那个时代 还是在鱼猎社会 鱼猎社会相较于羊 羊是一个烧桃的 烧桃的社会 代表比较先进的文明 因为能用火 能用发明 桃是一个 如果大家去看世界科学史 桃是人类最重要的 最早的发明之一 因为桃是这个土地上 这个世界中 从来没有过的物质 透过了水 透过了火 透过了土 团成 经过火的锻炼 成为一个新物质 这是人类最早的创造 无中生物质 无中生有的创造 而所以举顺 在这里就是回到天命这位信 生命的觉醒 他有他自然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前面说不行不行不行 然后他这里提出 比顺 来作为一个例子 提供人们对于自我的认知 的重要性 不过大家还是都对 所以孔子说 顺 请朋友们特别注意 这句话很曲折的 一般的解释 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准 解得准 顺 之所以为顺 第一个 顺之所以为顺 不只是在天性上 给大家注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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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自觉性还表现在违证上 那么在这里 刚才孙仙所提出的 姚顺其读和苏兰 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兴趣 其实他在这里提顺 已经包含了姚 就像我们说 父包含了母亲 说哭包含了妻子 传统中国的思维 是这种思维性 所以他说 顺的大智慧 顺该是一个 其实应该 应该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 特别在他表现在行政上 行政就执政 表现在行政上 第一 在行政上他好问 在行政上他好问 他喜欢 对于不清楚的事物 不断的追究 不断的理解 这个好问 包含了追究和理解 第二 同时对于他 周遭最近的言论 在好问而好 在好问中 在不断的探寻的 不理解的 自己不理解的事物中 不清楚的事物中 同时 还仔细的 去了解 查清楚 民众 一般的言论 一般的言论 这个耳言 就是清静的言论 这个耳是靠近的静 这个靠近的静 指的是老百姓的 一般言论 就是去了解民情 弄清楚老百姓语言中 对政治的观点 批评 对生命的向往 希望 而后 在这些言论中 请大家注意 在这些言论中 不扩大 邪恶 雾面的事物 这个隐藏的隐 隐身作不扩大 同时张扬 一身人性向上的部分 杨是张扬 张扬 可以使人性向上的部分 第四 敌恶扬善是第三 第四 在人民的名义中 从极端 两端就是极端 在两个极端中 你看现在 美国共和党一端 是右派 民主党一端是左派 欧洲也同样如此 保守党和工党 英国 澳大利亚 保守党和工党 德国 社会党 和民主党 都是两端 如何在极端中 各个极端中 寻找出最恰当的部分 用其中 用这个最恰当的部分 实施到人们的生活中 这大概 就是顺 之所以为顺 也是 谣之所以为谣 他们都是根据 天性 人特有的天性 自觉而来的 推动全民 生命自觉 固然是一个 全民的教育 全民的教育运动 不过 不要忽略 人天性中 作为一个人的天性中 来自于上天 所付予的 自觉的 禀赋 这就是天命自微信 换句话说 你的这个教育 如何恢复 当全民都已经没有这份 生命自觉的时候 你怎么去推动教育 不要怕 就从人天性中有的 这份自觉性 你去推动 有没有问题 了解 那么这就是顺之所以为顺 一方面这是指顺 在天性中所展现的部分 二方面 他从这个 作为他为正的凭借 他就成为一个最好的时代 等待你 所以前面告诉我们 这个时代之所以如此 第六章告诉我们 不是没有希望 只要作为行政者 能懂得这一点 从这里入手 又能带起 全民的自觉运动 全民的生命自觉 所以他在这里是提供了一个 极好的方法 论上和方法 如何推动 中庸之道的教育 那如果朋友们问 那如果在台湾又从从地方开始呢 就从台湾最特有的部分开始 台湾最特有的部分 是什么呢 最简单 我们就从疫病的这件事情看起来 你看我们大家都戴口罩 对身之尊重跟珍惜开始 可见了台湾在传动文化的熏习 延习下 大家对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的珍惜 那么如此 两党或者多党的竞争中 应该怎么样是最好的呢 我们都是 这个党攻击那个党 那个党攻击那个党 扩大了那个党 做错的事情 等等 也没有错 可是 能不能够 挑出 某个党 做对的 这些事情不对 但是这件事情对 引恶扬善 那么就把我们这个社会好八卦的 喜欢看衰的 这种一时的风气 说不定就矫正 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所以读经典 还要懂得它 提供我们实用的 方法论的部分 它不单纯是一个原理 它有它的实用性 所谓的经国记民 就在这里 那么相对于此 就是一般人 占没有觉醒的 顺势一个觉醒的 正面 教材 而一般人没有觉醒的 孔子说 你们来看 人皆约 于智 一般人 最好表现 就是自己的聪明 于智 于就是我 智就是聪明 最好表现自己的聪明 最期待别人说自己聪明 可是 区 上面加一个被 被区 被别人驱使 那 掉进 这个那就是掉进 掉进了 险害他的网络中 猪股 那猪股 猪是鱼 那鱼股 股就是网络 掉进 现开他的网络里 或者是 有机关的牢笼里 这个祸是有机关的牢笼 有机关的牢笼 那么陷阱 也就是坑洞 在没有生命自觉的一般人 在他的生存竞争中 在生存竞争中 超迈到自己的聪明 到迈到自己的聪明 可是 当被人设计 驱使他 陷入 网络 机关牢笼 或者 轰动 陷阱中 而莫自闭 而莫闭之 莫自闭就是莫闭之 莫自闭之 不知道 莫自不知道 我闭他 在欲望中的 一般现实的人 都喜欢感现自己的聪明 愚自 自己的聪明 可是 要他选择 行中庸之道 不走极端 而行中庸之道 不能积月少也 他一个月 都 稳不住 这个手就是奉行 就是稳住 一个月都稳不住 都无法实行 换句话说 没有生命自觉者 都在 动物性 欲望的冲动中 被推动者 行者 也因此 人何以要生命觉醒 何以要 能够行中庸之道 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 避开了 人世间 因欲望而来的 所有陷阱 使自己 有更大的 开展的可能性 开展的空间 对行中庸之道 不是把我们拘禁起来 不是把我们限制起来 我们今天在西方的 感觉主义的推动下 我们下期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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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就认为放任自己的感觉 感性感情 是 自由心 是自由 可是如果从中庸来看 从生命觉醒来看 但从生命觉醒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屈原纳诸谷 或惑 或陷阱 而不知 不知必 你看了 我们看多少电影 都是这样的一种 不信的故事 的记录 近代的文学 几乎都是这种故事的记录 近代的文学跟古典的文学 最大的不同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的小说的最大不同 那个时候的小说是 生命全面的开展 在生命的觉悟中 人生命的全然开往 那无限的理想的可能性的开展 古典小说 可是到1950年以后的作品 就是一个纯然感性的话 放纵 然后所导致的悲剧 所以这种纯然感性的 感觉感性感情的自由 反而是一种不自由 而透过生命觉醒的开展 反而是一种自由 这是中庸这一段所提供的 我们可以深刻思考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看西方电影 说父母的尊重孩子 在现在西方教育底下 尊重孩子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然后孩子十五六岁 他就要去流浪 他就要去干嘛 他就要去冒险 他就要去干嘛 然后最后遍体淋伤的回来 那当然西方人说 这就是生命的经验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人有没有需要这个经验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西方的一些理论家 这种感觉主义的理论家也提出 这是他们对于老百姓 这是他们对于老百姓 所做的统战 因为老百姓就是建民 你要去死 你要去活 你们去干嘛 我这样子打开了 那个水库的闸门 让你们去泄 免得你们革命 所以你看 他们的这种贵族子弟 当然也受这个时代的影响 也会有一些 试着走这条路 但是遍体淋伤 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 就你看 英国的英女皇 丽丽莎白的妹妹 而后如何 她的二儿子 而后如何 她的女儿 英女皇的女儿 而后如何 就在遍体淋伤之后 争取自己的 恋爱的自由 不要再做贵族 我不要再做皇室 可是遍体淋伤之后 最后又都回来 然后默默无闻于皇室 所以她不是一个宽广的路 我们都以为 那实际上就是中了西方人 他们自己说的 计策 那么中庸这里提出 其实透过生命的自觉 反倒是有一个自由的可能 真正自由的可能 这个自由的可能 如果我们用孔子的说法 从心所欲 不欲拒的自由 不欲拒的不欲拒 不欲拒 这个异病让我不能够去戏院看电影 很痛苦 一方面是你可以看文字的理论 看完文字理论你去看电影 然后你就可以看 就可以印证到 这些生命的道理 因为他们的电影 很多不是商业电影 艺术电影的话 其实商业电影也可以看得见 很多他们的现实社会里的 在这样的一个现代流行的 社会理论 教育理论 感情理论 情感理论 然后一般民众的活法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柜子 严格的教养 因为他们是要继承他们的家业 家大业大 教育更大 没有他们的教育 怎么继承他们的家业 罗斯财尔德家族 至少已经有八百年 这个家族可不得了 是历史上的奇迹 是犹太人展现出来的 他们文化的力量 没有断过 现在是整个欧洲第一银行的行长 都是他们家的 他怎么教成的 对中国人要不觉醒 大陆要不觉醒 没有真正的生命自觉 罗斯财尔德家族就等着你灭亡吧 你习近平下去了 接下来维持不住 或者再接下来都维持不住 他就等着你自己衰退 罗斯那个什么 贝斯尔盖茨的家族 到今天也两百多年了 犹太人可真是不得了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 这些家族 他怎么教育他们的孩子 能维系他们的家业于不罪 以往是传统文化的维系 来维系这个华夏民族 这个中华民族 那么经过禁大打断了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 是以国家主义来维系 但是没有文化 那个国家主义 那份任性和黏性会在吗 那么台湾目前不要中国文化 那么台湾的未来 凝聚台湾的那份力量是什么 那份内心的力量是什么 其实中庸这里也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中庸这里也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看第八章 严回之为人 他还是在讲天命之为性 严回他的天真的性格 择护中庸 他能够选择中庸之道 他能够选择中庸之道 去实践 这里头是两点 第一点 他有智慧 他根据他的天性的智慧 他选择了中庸之道 然后去实践 第二点是去实践 他可以认得什么是中庸之道 而且知道什么是中庸之道 为什么他要选择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然后去实践 在实践中得一善 获得一个 有利于生命的 这个善事体有利于生命 有利于生命的 全权不一 全权是牢牢的祸子 牢牢的祸子 无 尊重庸之道 或是安置 然后把它安置 淫是胸 把它安置在胸中 就是心中了 心胸之中 把它安置在心胸之中 而不实 不再放弃 我会不会再放弃 我会不会再放弃 所以他透过这两个来说明天命之威信 一个姚舜 一个颜回 一个古人 一个晋人 在那个时代回事近人 那么告诉我们 天命之威信 人有这样的一份觉醒性 天生的觉醒性 从这里入手 就是人的希望 就是人生命的希望 所以第九章 根据前提又有了新发展 怎么发展 要经过两个月之后再上课 七月八月放暑假 所以好像不开课 我们大家想一想 再来吃牛肉面 大家有个问题要讨论 好的 你再问两个都可以 就是说 就是看现在的民主政治 就是两党政治的 所以民主政治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 大家是可以考虑的 尤其是两党政治 那是在西方的历史 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模式中 然后走到了二元政治 我刚才说的 二元革命 然后实验出 二元革命中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 会成为重要的一元 一个是科技为之一元 一个是人类社会为之一元 这两个的革命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 也就是民主政治的 开启民主政治的 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那么实验出来 透过这样子来平衡 各种利益的冲突 同时 也维护老百姓 然而走到今天两百多年 原有的民主政治 两党政治 所说出来 所提出来的那种理想 都没有了 我们发觉两党政治中 维持公平性的 社会竞争是靠媒体 然而媒体是可以被收买 财富是可以集中的 有钱人在生物的动物性中 有钱之后不会不要钱 而且反而更要钱 更要权 更要掌控一切 所以海耶克 自由经济支部 还有这个 坎英斯 自由经济自主 他们都承认 他们原有设定的 人有钱了以后 人就不会再要钱 所以自由经济才可以发展 那是他们的 过度天真的想法 原来自由经济的开展 是发展出丛林政治 让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 然后让产物集中 然后收买一切 那么在今天所呈现的就是这样 那么该思考 人类该思考一个新的政治进程 怎么出来 今天其实西方也好 中国其实向前跨了一步 可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往前跨一步 什么意思 他们还要强调 他们是共产主义 其实西方给予中国大陆 有一个新名词 儒家的社会主义 但他们没有多用 他们还是强调共产主义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是强烈的受马克思影响的社会主义 他们还在强调这一点 所以这个在西方 的意识形态绝对不容许 而西方强调的 还是他们原有的民主政治 而他们的民主政治 实际上是被跨世界的 犹太财团所控制 你看从澳洲到英国到美国 三分之一的媒体都是没夺的 他要谁起来 他就替谁做话 媒体已经丧失了独立 作为第四权的能力 在这样的前提下 还坚持着说 民主政治有一定的程序 经过民众在投票选举 其实那都是形式 而不是真实 所以这是一个反省跟思考的年代 这是我对你的回答 这是我对你的回答 谁说 吴季吉说 孔子说 一切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什么 保决 妥协 为原则绝部 为原则绝部 一切都可以妥协 为原则绝部 好像环境中庄 好像环境中庄 你没有认识 你没有认识 那你看第九章是不是跟你讲 现在中庸第九章 现在中庸第九章 什么 中庸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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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不可为业那一章 是是是 但是这个说 一切都可以妥协 唯有原则不可以妥协 这还在西方的观点底下 西方认为 原来他之所以推出 一个理想的民主政治 也实行了一百多年 就是坚持那个原则性 那么上帝是原则性的依据 他们有绝对的上帝 所以有绝对的原则性 那么中国因为是中庸 它是动的 在一经里说得很清楚 为便所示 一切最好的 必须配合时代空间而有所改变 达到最恰当 才是对的 对的 对中国的绝对性是在深 深之善 如果这个不提出 那一切都在实用主义底下 那就很难有一个绝对可以依循的原则 他们之所以可以有一个绝对 因为有个上帝 伍奇奇塞尔维亚是信 回教他有一个阿拉 所以如果没有把身体排出 如果我们落实在现实世俗的社会 没有再让我们恢复对于生命的崇拜 对祖先崇拜 一切都是任性的 为实用而做 那是蛮危险的 那是蛮危险的 儒家的思想既是生命哲学 也是政治哲学 经典的重要性 就是确立了身之不可动的原则性 所以汉代汉武帝确立五经 就是建立了身之大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2000年来就遵守 这是在2000年来中国不灭亡的原因 所以满清的封闭政策 把这一个生殖大法搅动 以至于相对于西方的 这几百年来的辉煌的文明成就 而中国变得极其愚弱 所以我们积极的希望能够学习西方 也要强起来 可是它不是出自于深层的中庸思维 而是不自于深之盲动 如果没有真正的从经典中觉醒 中国很难真正的战争 屹立不一样 还有没有好的 没有啊 树树楼停课了 这个课是树树楼的 是文化局要树树楼开的 那现在是暑假嘛 就是遵照暑假 大家休息 你要上课上 没有没有 因为人多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 因为树树楼很小 他一个小小的小八厅 所以没办法 人多就没办法上 所以现在的停课是暑假的停课 不是不在这里上 不是这里暑假 不能在这里上 而是 暑假就停 树树楼的这一个教学也就停了 就休息了 也放暑假了 你可以继续读 然后你跟我联络 你是老学生要补课 因为你缺课太多了 大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两个月后见面 就从第九章开始 谢谢大家